大家好,我是明仙 老一辈人说吃艾草好处多多 艾草不仅可以做青团 还可以做艾草肉包子 蓬松鲜暖鲜嫩都吃 首先准备100克的艾草叶子 清洗干净,换入开水锅里焯一下水 换入2克的食用碱 使艾草保持翠绿的颜色 水开煮个2分钟 然后捞起,换入清水里 用手清洗一下 顺便挤出一些汁水 这样能去除一部分的苦味 尽量的挤干水分 换入绞肉机里 倒入150克的清水盖上盖子 多打一下 把它打成细腻的艾草汁 换入10克的白糖 3克的耐高糖干酵母 耐高糖酵母 比普通的酵母花椒速度更快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300克的面粉 先用筷子搅拌 搅拌成絮状 再下锁揉成面团 如果太干就加少洗清水 太湿就加面粉 总之把它揉成 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花椒至两倍大 再准备200克的猪梅花肉 回而不腻,瘦而不柴 用刀把它剁成肉末 不喜欢剁的可以用搅肉鸡脚 全部剁好后换入大碗里 调入一勺老抽、生抽、一小勺盐 鸡精、适量的胡椒粉 准备40克的葱姜水 混3次倒入肉馅里 加葱姜水既能去除腥味又能使肉馅鲜嫩豆汁 每一次倒入用筷子 搅拌均匀使肉馅完全吸收葱姜水 再放入两把葱花、一勺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我的肉馅就调好了 哇,真的太香了 换冰箱冷藏30分钟更容易包 这个时候我的爱炒面团也熄花好了 再用手把它揉面排气 再抽成光滑的长条 用刀切成小剂子 一个小面团差不多45克左右 再把它抽成岩形 用刀面上擀成岩形的面皮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取一勺肉馅换在面皮的中间 像包包子一样的把它包起来 温口处要捏得稍微紧实一点 防止肉馅露出来 全部包好后换入蒸笼里 下面垫一块纱布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蒸12分钟 再蒸3分钟 这样我的艾草肉包子就做好啦 表皮蓬松柔软 有艾草的清香 肉馅鲜嫩可口又多汁 既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by bwd6